好,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鱼群 这个词大家很熟悉,应该是第二课就知是一个复习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这表示一群鱼,这是一个可以看作一个量词 有着一群两群的鱼这个量词 我们再回顾一下在第二课的时候 咱们说过一群鱼,常见的量词有两个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么下面这个群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这个flock是咱们在第二课不要伤害蜘蛛里中间讲过的 指什么群呢,一般是羊群或者是鸟群 如果是家畜的话,这个flock默认的指的就是羊就好了 这是羊群和鸟群 我再问大家牛群、鹿群、大象群用哪个词 用herd就好了 大家还记得,flock and herds,我们的牛羊嘛 用的是这个 一群牛,a herd of cattle,a herd of deer,一群鹿 a herd of elephants,一群大象 牛群、鹿群、象群 所以家畜里面出现herd,它默认的指的就是牛 家畜不可能养鹿、养大象了 这个并不太可能 所以flock and herds就是牛和羊就好了 这是固定搭配 那么这个sheep呢,是单腹同行 one sheep,two sheep 这个deer呢,也是单腹同行 one deer,two deer 但这个cattle呢,cattle本身就是负数 咱们不能说a cattle,却可以说two cattle 它跟那个people是类似的 所以这英语名词的变化特别讨厌 细节特别多,这个得注意 我们再复习一下,看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表示驱赶之中的牲扣群 从这个农场赶到那个农场的途中 咱们可以用jove这个词 就用drive变形嘛 变成jove,驱赶之中的牲扣群 正在呼噜呼噜呼噜往前走呢 这个马牛羊都行了 a jove of horses,一群马 a jove of cattle,一群牛 a jove of sheep,一群羊 这个都可以 好,我们再看 a pack of wolves, tigers, lions 这个pack咱们也讲过 表示猛兽群 尤其是狼虫虎豹这种的 你看一群狼,一群老虎,一群狮子 这是猛兽群,叫pack 还有呢 a swarm of flies, a swarm of bees 这表示一个昆虫的群 尤其是在空中嗡嗡嗡嗡嗡 飞的这个东西 swarm,嗡嗡嗡嗡嗡嗡 这个声音 一群苍蝇 a swarm of flies a swarm of bees 一群蜜蜂 大家还有印象 还有一个colony 就是我们殖民地这个词 也可以表示一块生活的一个群落 这动物的群落 而且指呢 昆虫呢 比较常见一些 你像a colony of ants 叫一群蚂蚁 a colony of termites termite是白蚁 就吃木头这个白蚁 这个指动物的群呢 我们在第四册第二课讲过 其实在第三册的五十四课 本能还是机制里面 我们也提过一次 正好 这多数是复习来表示动物的群 这个词我们就看到这儿 但是我也看不见不是 有形象的 那把这些看法 那么和一些线 这种看法